我們把這個打開 那我剛剛有跟各位提過就是這個 雖然它比較屬於做 所謂的新製圖 類似像新製圖這種簡報的 可是呢 它的 一樣可以輸出什麼視訊 那它的視訊的尺寸可以免費版本就可以到1280x720 這對同學來講其實也是蠻不錯的 它的使用方式跟我們之前介紹那個Fox Sky 非常雷同 也可以說是它的精簡版 它範本沒有它那麼多功能也沒它那麼多 但是唯一的優點就是剛剛那個 我們插播一下反正還在跑 同學都插入角色怎麼退場在這邊 你看到 在 因為 一個塗層 一個物件有所謂的進場 有沒有看到後面有退場 只是預設是一直顯示嘛 如果你希望它怎麼退出去你就來這裡按一下 有沒有覺得好像又跑出來了 對不對 你就可以看你要怎麼樣 那看你要怎麼把它退出去 插除 好 確定 所以呢這個 動畫 從這樣子畫完了 出現一段時間 有沒有要插掉 這樣了解 所以這樣就可以退場了 就可以退場了 好這個轉體 這個轉體呢我們打開了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 其實說真的都很像 都很像喔 只是它的比較屬於就是 精簡版的那個Focus Sky那種概念 它一樣 有提供 一些範本 那你就在上面直接去改而已 所以各位應該知道我們今天的關鍵字是什麼 每年現在不是都會寫一個 關鍵字嗎 用一個字來代表 我們今天關鍵字只有 一個 叫做範本 對不對 你只要找對範本 其他的 好像都簡單啦 因為你只要 負責弄好 有沒有 有沒有一樣 他的範本都不錯 他範本蠻好的 那你只要點進去的 他一樣有分類 只是他範本 沒有Focus在那麼多啦 但是我剛剛講的 好處是 這裡 這個是付費的 好那我們就看這個 好下載中 這樣就打開了 那我們重點在輸出這一塊 也就是說如果你做好了 你要把它輸出 像這些都一樣 做好了 你要把它輸出 這裡 導出 有沒有變成視訊 好變成視訊 那你可以看到 他輸出的這個視訊 免費版本有沒有就可以做到1280x720 再往下才是VIP嘛 這也不錯啊 那 這種方式呢就變成是 你不覺得現在好像大家做動畫方式好像都 有字一筒你有沒有發現 突然 覺得簡報好紅喔 為什麼因為跟你的使用經驗很雷同嗎 對不對 所以你像這樣這個是有互動的 可是呢 當你輸出的時候你是可以自行決定 一樣他的播放順序啦要什麼內容 就都相同 那怎麼插入 這個我就不用講太多 基本的都一樣 OK 所以我先簡單 稍微跟各位介紹一下這個 叫做符字眼飾 也是蠻特殊的 沒看到的 就對了 再拍指示 就對了 郵輯